赵露丝和王安宇在拍《隐神》的时候,私底下有超亲密的互动。 网友大赞两人的CP感,大大超过了他和吴磊在《璀璨星人》中的表现。 新生代鲁剧女神赵露丝,王安宇正在拍摄仙霞新剧《神隐》,选角以来一直备受关注。 日前,剧组聚餐的照片流出。 看到赵露丝和王安宇拍戏50多天,似乎关系很好。 照片中,王安宇的下巴抵在赵露丝的脑袋上。 网友纷纷表示,两人的亲密程度,甚至比星光灿烂,月出海中搭档吴磊还要好。 赵露丝去年与吴磊搭档星光灿烂,宁月出海,擦出前所未有的超级火花。 收视率和口碑爆棚,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流量话题,也因此培养了一批铁杆,武鲁克,逃跑,CP粉。 在赵露丝接拍新剧《神隐》并确定为搭档王安宇,除了看坏消息外,网友普遍认为两人完全没有CP感。 一开始赵露丝粉丝很担心《神隐》会失败,因为如果观众觉得木偶戏的男女主角没有CP感,节目就毁了一半。 然而,现在舆论正在慢慢开始发生变化。 在近期《神隐》的花絮照和官宣海报中,赵露丝和王安宇似乎颇有CP感,两人呈现出互补的氛围。 赵露丝总是看起来很聪明,而王安宇则很有安全感。 此外,日前,《神隐》剧组晒出一张棉夜饭合照。 赵露丝先是穿了一身喜庆的红裙子,做出一个撇着嘴巴的滑稽表情,眯着眼睛看向王安宇的方向。 好有意! 另一张照片引发了更热烈的讨论。 照片中,王安宇的下巴抵在赵露丝的头上,间接将赵露丝的头夹在自己的下巴和神音制作人的右脸之间。 赵露丝虽然夹在两人中间,但脸上还是挂着灿烂的笑容,显然是毫不在意。 另外,比起Y的右手中指,王安宇直接碰到了赵露丝拿着小灯笼的右手食指,两人的无名指也像是有意无意地碰了一下。 在这张照片中,赵露丝和王安宇的亲密接触,引起了网友的骚动。 有网友表示,两人拍《隐神》已经在一起50多天了,有人庆幸,神隐,的CP感得到了拯救,同时也夸赞了赵露丝的多才多艺。 体质,谁组CP谁都能擦出火花。 有观众认为,这种亲切感和粉红氛围简直胜过心寒。 吴磊看着看着,不知道会不会吃醋。 刘亦菲和李线的《到风里去》吻戏太好看了,在拍摄的云南赚了140亿旅游大财。 由刘亦菲,李线领衔主演的田园治愈剧《到风里去》自播出以来就大受好评。 两个人栩栩如生的演技和超强的CP感,让不少粉丝都希望他们能在一起。 节目虽然下线了,但人气丝毫没有减退,周边的效果更是惊人。 仅春节期间,就吸引了超过423万游客到拍摄地云南旅游,带来新台币140亿元的旅游收入。 魅力惊人。 《到有风》的地方描述了徐红豆、刘亦菲是因高压工作而疲惫不堪,并因智友的突然离世而备受打击。 他毅然辞职,到大理云庙村的民宿常住。 在当地遇到了回乡创业的谢志尧李县市,被他的热情所感动。 两人相互扶持,相爱相杀。 剧中,红豆曾离开云南回到北京,但为了再见到阿瑶,他选择回到大理开民宿。 难掩内心喜悦的阿瑶直接坦白,我对别人没有感情。 我只觉得你来了。 他还激动地爬上窗台,问他,可以接吻吗? 并让他大叫,你好凶。 在甜蜜的,窗台之吻,之后,红豆摇摇冰,这对CP可谓是一吻定情。 两人一有机会就拥吻,引得现场观众笑称,吻得好,时间到了,跟着心跳,也让。 李县好会琴,冲上微博热搜,也带动了该剧在爱奇艺国际站的播放流量增长140%,观看时长翻倍增长100%,流量突破31亿。 暖男李县也应剧情挑战土味爱情故事。 为了安慰电话那头郁闷的刘亦菲,她说,你走路怎么不看看路呢?不然怎么会撞到我的心里呢? 你能帮我洗点东西吗?我喜欢我。 就等频繁地撩人语剧,成功把神仙姐姐逗笑了。 片中慢节奏的生活,大理古城的美景,也让很多人向往,尤其是涌入该剧的年轻一代。 热门取景地有儿海,大理古城,沙溪古镇,凤阳一村等。 到有风的地方,等相关话题席卷微博,抖音,淘宝,小红书等各大平台。 就连李现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,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, 他认为通过影视作品带给大家放松和治愈的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。 开完《到风里去》后,他也曾考虑过在大理开一家咖啡店, 希望能继续感受那里宁静美好的生活。